不是我觉得真的 可能就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你看他坐在这 是不是就几十亿个波函数坐在这 对其实是这样的 非常有意思 我跟你讲 你刚才提的问题也很重要 一方面呢 任何科学理论都有被庸俗化的可能 比方说现在你知道 网上还有一种叫什么 现在都出了好多量子 量子美容 什么量子波动读书 你知道吗 号称是几分钟内读完一本书 就是这些吧 就是你说跟量子力学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有积极的影响的表现在哪啊 我觉得你看我注意到 我的画家朋友比较多 我注意到我身边的这个画家朋友 都非常注意当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 他用不同的语言表达 但是他希望从里面得到领悟 你比如说过去中国古代文人 可能是画山水 那山水就是他的宇宙观 他想象这是山水 我那天听一个画家聊天 他说比如说今天呢 我们也在画山水 他说但是呢 我们人类在这个当代的这个阶段 对自然的深入的认识啊 会启发我 比如说我可能会更有兴趣 去画微观结构 比古人画的那个大幅的山水 更注意微观结构 画了一幅波函数 这个其实前一段时间 我还看过一个科学艺术展 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塑 他就是想要表现那个微观的光子 他就是想表现 那叫玻璃二相性 那个大的雕塑 他就是把那个能量 这个既粒子又波的形象表现出来 就是关于光的行为 你会发现基本上一定会是两项 这两项有一项的解释 更接近于说你拿它看作波 而另一项你更是把它看作是一个粒子 而不是说波什么 又表现出是光 又表现是粒子 而且波的这个概念 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波这个概念啊 它来自于水波 波是水皮嘛 对对对 这又是刚回到当地 就是我们的大自然很奇怪 它在暗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 你想想 如果我们的水 波是来自于水 波还说波还说 其实这也都是类比概念 都是来自于水波 水这个东西非常奇怪 为什么呢 水有皮 水波就叫水皮 对对对 醋就没皮 酒精就没皮 醋没皮 我想说皮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是一团水 如果你把拿一刀 比方说把它切 像切豆腐是切成两块 不是产生两块心皮吗 水的表皮的分子密度 是比于它体内是大的 它就能形成一层皮 所以就表面张力 它能够 水是有皮的 能把水切两片 就是假设你有个刀 从中间穿过 这不就变成两个 产生两个心表面了吗 这个心表面 它刚才是在体内 它是就是体内的 这个分子密度的标准分布 对 但是你只要把它切成皮 它要调整一下 使得在最外面 表面的时候 那个水分子的密度 要变多的 所以说水皮 它的专业是表面物理 对 所以说水皮 是很有弹性的 所以说我们说女孩子 推弹可扣 是 对 你看我们形容 女孩子好看 都是用水 水 秋波 一 水能够产生波 第二是产生波还不费劲 使得说我这水面上 哪怕有一个小虫 一个小蜜蜂在那 就足以产生 你能观察到的波 这才就是 为什么波这个概念 会贯穿于我们人类的 整个文化 它根本不管你是化学 是物理 是绘画 但是就是这些启示 它最后还是得抽象 抽练成数学 对 数学 为什么得抽练成数学呢 因为就是大自然告诉我们的 这个图像太直观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 它怎么能够既是一个球 一圈粒子就是一个球 然后同时又是水波 就想象不出来了 就这两个东西融合到不到一块去 但实际上就是在数学层面上 其实你就会发现 我们所谓这个粒子 就是你去衡量它的位置 它很确定 我这个粒子就摆着 位置很确定 这样的东西 我们就认为它是粒子 然后什么是波呢 这个波就是一个它能够去 在往前方走的时候 它其实是可以 就是在多个方向上 它都能够去往前方走 所以在真正看到这个波的时候 实际上是它出现在 每一个位置上的这些可能性 所以它这个东西真的深处 就是这个核心 说我们这一个核心粒子 它就比如光子 它到底长什么样 其实不能拿我们 就是看到的这个水和这个东西 往一块叠 这个就叠不到一块去 但是你从数学上面去理解 就知道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在真正量子力学里面 它就会意识到说 我们实际上认为这个东西是什么 都跟我们怎么看它有关系 对了 就是它讲的量子力学 给全社会带来的五迷三道 对 还有一个 就是说观察 在影响观察对象吗 观察影响不影响对象 取决于是用什么 观察什么 一个宴会里面 比方做一个很好看的女孩子 我观察她 人家的女孩对这个老头 根本就不care 那么我观察她 身高一米七二 白色连衣裙 带着什么 我这个观察都是客观 人根本就不踩我 这个层面可能就没有影响 但是呢 如果是一个贪心已久的男孩子 是他们学校的校草 观察她让她看着了 那这事麻烦了 她一定会受她的影响 那好 现在我们就回答一个问题 什么叫观察 观察是我们人类的眼睛的这个功能 对不对 对 眼睛功能说的是什么 它是光 对 而且是人眼的光 是只能 人眼还只能看特定的光 对 多少呢 差不多就四百纳米到八百纳米 这是我们人眼能可见的光 为什么是这个范围呢 因为如果是比八百纳米还多的话 它一个光子能量不到1.5电子伏特 它想在我们这个脑子里面 产生足够强的电信号 就很费劲 所以说红光让人烦躁 谁说交通灯 红灯停 结婚这一天要穿红衣服 这个为什么 身上人烦躁 就是把一个人送入地狱了 不是 就是结婚这一天 这一个女孩新娘子穿了一身红 你看她一天 这种烦躁 她刻的很印象是深的 它是要加深印象的 它就是叫强调 对就是强调 反过来 为什么我们看短波只能看到400呢 是因为到短波到400的时候 每一个单个光子就是能量 就是三电子伏特 是可以把我们的肉打破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到海边 快靠近迟到 就到中国的广东福建 它那个海边的阳光就动辄 就把你皮肤晒伤了 它单个光子就足以把你的皮肤打破 那么我们既然是看 用光来看的所谓的观察 你如果是观察我这一个茶壶 而且是我们人眼变这个细节 这个光对它有什么影响 你肯定觉得这能有啥影响 没啥影响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想象 如果我把我这个东西放到我的一个真空室里 我研究这里面的一个电子运动 我用我的光去观察它的运动的时候 你那个光本身就是三个电子伏特的 你对我这个里面这个电子 那个影响就是大的 你对这个事 你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我想说说数学 就是那个破解费马大定理的安德鲁怀尔斯 他2005年来过北京 然后当时我采访过他 我采访他 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不可能完成任何对话 数学 然后我就先做了一些外围的采访 采访中科院数学所的院士 包括北大数学院的张继平院长 问了很多只有菜鸟才能问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问题 我问张继平 我说这个关于费马大定理的解法 有很多人都说自己解出来了 尤其是咱们中国还有很多民间科学家 都号称自己破解了费马大定理 我说那您认为他们是不是 像安德鲁怀尔斯一样也解开了 只不过是殊途同归 张继平院长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关于费马大定理的解法 数学界有一个公论叫 凡是能看得懂的都是错的 后来安德鲁怀尔斯来到北京 当天晚上 这个中国数学界的那些大拿 请他吃了顿饭 在座恨不得有什么七个院士 什么两个什么院长 我是作为拉低那个智商的 我有幸也参加了那个 我发现他们什么数学都不聊 是 数学发展到现在 不要说咱们菜鸟 他们之间彼此的领域都有可能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没有 就是说 他不和你聊数学 或者和你聊数学 都问题不大 就像别人我和你聊物理 你不是我们这行当的 对反正就是我信口说了 对与错啊 我错了也不尴尬 但是如果你和你差不多的 同分量的 同一领域的人聊的时候 这个一张嘴 人家知道你没有 这是很尴尬的 这就是为什么 许多所谓的大拿们 这个不聊的原因 但是其实 聊与不聊 还与个人的 怎么说品性有关系 personality有关系 我正好提到 我们量子力学里面 还产生一个重要的单位 叫 就关于聊天 你不是老是聊聊天节目吗 聊天 对 我这本书的作者 就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创始人 叫狄拉克 狄拉克公式 狄拉克公式 狄拉克方程 对 但狄拉克还是一个单位 狄拉克 一狄拉克等于每小时一个字 聊天 对 咱们今天很多狄拉克 都是狄拉克了 因为狄拉克这个人 是沉默寡言的一个人 哦 所以说有人开玩笑 就是狄拉克是这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大家就说 用以狄拉克来表示一个人的 这个善谈的程度 但是我当时采访安德鲁华尔斯的时候 我想安德鲁华尔斯 他是明星级的数学家 对 他当时那个在牛顿大学 不是在牛津大学做的那个演讲 真的上了那个大爆的头版 为什么呢 我后来想 是因为费马大定理 是一个普通人能明白的定理 那么数学界 不是那个说 什么二十世纪代解的 二十大数学难题 七个世纪问题 对 其他数学题 你不要说去解了 那个迷面 就你听不懂 你已经听不懂了 就是我跟你说这个问题 你听不懂 对 所以我就发现 我们菜鸟干什么呀 我们就绝望好了 我还没有绝望 我自己觉得 我再努力 对您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观察会不会影响 这个就是这个事物 其实它确实是像曹老师 刚才讲的是 所有的观察 你都得用某种方法去观察 就像用西瓜刀 去切西瓜一样 它每一个这个观察 其实都是一个操作 就是看这个操作本身 跟您这个本身的 这个波函数之间 发生的这个影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观察 它不能叫做说是 我改变了你 而是说 我如果没有这样的操作 我是不可能知道 你是什么状态的 就是在 如果在我们人类 没有这样的 任何的操作情况下 这个宇宙 它的宇宙的波函数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永远永远就不知道 它就处在一个 不知道的状态 我们所有对于宇宙的了解 它其实都是拿 我们自己的某种方式的 去作用在这个宇宙上 你说我们不懂数学 就不配聊这个事 但是呢 我是觉得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 要不然大家都有三观嘛 其实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宇宙观呢 对吧 那哪怕是任何一个行业的人 你以为没有 实际你是有的 但是我认为 比如说像曹老师拿的这本书 我们一个字都看不懂 但是它的作用 就叫让我们感觉到 叫不明觉厉 它的价值就是让你老实一点 天外有天 就让你老实一点 我觉得这就够了 文涛的这样一句话 就是他说他用不着微积分 你知道你为什么用不着微积分吗 因为有会用微积分的人 不是 因为你不会 您这就给我制造焦虑了 但凡你会微积分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世界里面 是到处用微积分的 比如说 你自动把这个世界关闭了 比如说 我如果会了微积分 我的人生将怎样改变 那比方说 也许你也不当主持人 去当物理教授去了 那好像曹老师 那就是 不是那个意思 我想说的是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有人会跟你说 我学这个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的正确 我给这个问题的标准 都是你先学会了 咱们再聊好吗 因为你学会了以后 你自然而然 你的生活里会有用它的情景 很坦诚的讲 就有的时候 我们吧 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还是揣着糊涂装明白 我觉得我对量子力学 是如此的感兴趣 以至于呢 我一点也不想学习数学 我就是想呢 我看了很多诺贝尔物理学者 写的这个量子力学的科普著作 我就是想 能不能用文科生的语言 让我弄清一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 其实就是什么呢 你说 说到底 就是 事物的本质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 说实在的是灵魂里的一种冲动 我可以不明白怎么算 但是我要知道它 是什么 我给您举个例子 我看了一本书叫万物理论 作者是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谁 什么什么切特 什么什么什么 维尔切特什么的 Vichek 是他吧 2004年诺贝尔接奖得主 对吧 好 他在里面一段话 我为了怕你们说 我不懂张董 我近乎于背诵 他的原画 这个原子 它的质量 主要来自于原子核 对吧 他说 而这个原子核里头呢 是质子 中子 胶子 质子和中子的质量 几乎相同 中子比质子略大 一丁丁丁丁点 对 他就是说 这个原子核的质量 是怎么形成的 质量是什么的 对了 他说这个胶子呢 没有质量 没有质量 他说那怎么会产生呢 产生质量 对 因为它的速度 它一直在运动 这就是爱因斯坦 您说的这个 一等于什么 那是说能量 这个质量 产生能量 反过来这个公式就是 能量也能变成质量 对对对 所以他就说 你看 这个胶子是没有质量的 但是它运动的能量 使它形成了 我看刚才你说的时候 曹老师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为什么 没有 他说的 他表述到目前为止都是对的 我在考虑怎么给他说 讲清楚 他就说 他构成了这个质量 然后他下边画风一转 那边接着就说 他说 在中国这个 古老的这个 这个哲学里啊 中国人特别喜欢讲气 他说甚至是 有人修炼 有人修炼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气啊什么的 他说其实他们不知道 我们的身体里 本来就有气 这是我对他感兴趣的原因 就是我想 哪怕让我在一种文学的想象上 我觉得这个对我很重要 就是物质的这个本质 比如说它 它是没有实体的 它是一种能量 好我现在努力 想待会跟你讲清楚 你能了解一下我的心声 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 实际上就是质量起源的问题 就质量起源最后到顶头 上给你例子 就会是 最后归结到一步 说质量不是来自于质量 来自于那个能量 说那个能量 他比方说 他愿意把气联系在一起 就是这个意思 那好 我怎么跟你解释这个清楚呢 那我们从大的地方开始 我们假设这是 你回去 如果你掰一块干馒头 芥末啊 我不是要吃 现在你看 我试图想把它掰出来一块 掰成两半 我们假设想把它掰成两半 对对对 你会发现 你如果把一个东西掰 这个那么大的东西 一块掰成两半的时候 你把这两块质量加起来 你会发现 比你原来刚才整的这个质量 总是少一点 对吧 这可以同意 总是少一点 OK 那么在这个层面上 在原子核层面 我们是怎么找的呢 我们突然发现 把一个原子核 就有点像一个干馒头 我现在想把它掰开成两块 结果你发现掰成两大块的时候 这两大块质量加起来 比原来的一定要少一点 那么你就知道 一定有小碎末 对啊 小碎渣 掉哪去了 对这小碎渣 你看啊 再掰一个 再掰一个 这个因为我很难 这个东西很难 就掰成两块 因为它很难就掰成两块 对对对 你看这算掰成两块了 就掰成两块了 还有几个小碎渣 原子核里面一旦掰出来 剩几个小碎渣 那小碎渣是中子 那个中子速度是非常快的 对 就是说那个中子的质量 对应的能量 加上它的动能 再和这加起来就对了 就能对上了 你看这时候就已经表现出 能量的问题了 就是什么呢 我这个原子核本来是 速度很慢的 但是你把我这个原子核 如果掰开的时候 我这里面能跑出几个小碎末 这个小碎末速度就很快 对 而这个就是我们核武器的关键 哦 这就是核武器的关键 国家秘密今天都跟我说了 对啊 那么 现在跑出来是那一个中子 是吧 那现在我们在研究 掰中子的问题 嗯 中子还能掰吗 哦 夸克 夸克 哦对 其实胶子是在夸克这个层面 对 在层面上呢 就是说那么它如果是质子和中子碰撞 或什么东西的时候呢 就出现刚才的问题 就也有那小碎末的事情 刚才我在这么大的层面上呢 嗯 我掰的小碎末是 我既有质量 嗯 同时它又携带着动能 对 但是到极端情况下的时候 就是说 它是属于 就是它没有静止质量 嗯 但是它还是有 怎么能够 你看你能 你像我们 你能想象没有质量的 这个光就没有 没有静止质量 这个实际上就会涉及到 就是现代物理 它就为什么要一层一层往下掰掰掰 就总想知道说 最深处那个最核心的粒子 就是你刚才说的物质本质源 就是跟你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困扰所有人类 大家都很想知道嘛 那么质子和中子往下去 去掰就掰出来夸克 几个夸克 夸克是掰不出来的 但是我们碰撞是 我们就有点像什么 就像一个小铃铛似的 我听他想说里面 我知道里面有三粒子东西 但是三粒子东西出不来 对出不来 这个我是说从理论上 就是理论上大家分到夸克 但是现在就是再往底下 就是这个最最核心的 大家其实还没有真正的达成共识 但是就是越往底下 科学家就会发现 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例子 它都是那个静止质量为零 但是你就会在这个实验室的 这个碰撞啊等等 看出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些 它有些寿命还很短 这些粒子 那就会涉及到说 再往下 再往下真的最核心是什么呢 会不会是根本就是空的 就是这个没有质量的 全是这个运动能量的 这个还不知道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 就是全世界做那种 特别大的这个对撞机 然后其实也就是想要解开 这个粒子最深处是什么 但这个微观粒子 真的就已经不是这么一个 有实体有大小 你一看就是个粒的这个东西 就是当我们追究这个微观世界 下面是怎么构成的时候 这个逻辑链是由不得你随便往下问的 为什么呢 你看 它已经反常识反直觉了 对 待会跟你讲 不是反常识 它就是有反常行为 你看 我跟你说的 它都不是 我跟你说简单的 比方说我们 不是 我跟你讲 我们中国的古代哲学里面 随便就给你来一句 所谓的 一吃之锤 日取其半 然后怎么怎么的 对对对 你看 说的这句话 好有道理 对 其实没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的 现在就要问一个 当你说日取其半的时候 你要告诉我 哈尔武 怎么个日取其半 对 拿刀 哦 我看拿刀 好 这就是物理学的 基本的研究方式 拿刀 对 当我的一个西瓜 和我的刀碰撞的时候 西瓜变成两三半 对 而且每一半 比原来的东西小 我说我成功的分了 并且把研究 推到了下一个层次 这个合理吗 合理 合理 那么你接着往下追 我们的接着往下做 我西瓜子和西瓜子碰撞 又碎了 我又进入到 第二个层次 结果呢 可能就到分子的层面了 刀得特别特别特别 不是 刀你只能是进入哪个层次 就拿哪个层次本身当刀 对 对 对 我不能拿个大砍刀 永远砍下去 理解的关键 你现在明白了 理解的关键在这 就过去庄子讲那个什么呀 就刨丁解牛啊 对 以无后入有间 对啊 对吧 对 但是呢 你不可能有无后的东西 所以说呢 你进入到哪个物质层次的时候 你一想再往下走 只能用上一个物质层次的东西 作为刀 或者说 好 这就为什么我们有分子数碰撞 比方说 分子数会碰撞成单个原子 对吧 那么接下来就有什么 用电子去碰撞这个原子 或者用原子核里面 自己主动跑出来的粒子 α粒子啊 然后加速轰击 去轰击别的原子核 我又有小碎片 这个让我们人类认识到 哦 我的原子核里面 质量都在原子核里面 原子核里面是质子和中子 组成的 但是你会发现 再往下做一步 你就飞进了 为什么呢 它出现一个反常 这个反常是 当你用两个粒子 加着速度很大的时候 去碰撞的时候 很可能碰撞出很多粒子 可能这碰撞出粒子 比原来个儿大 哦 我这事就麻烦了 碰出没有的 还是 不是 不光是没有 就是这个新粒子 还无所谓 关键是这个新粒子 比原来那粒子个儿大 就像你拿两个西瓜 中一碰 碰出了四个西瓜 四个西瓜 比原来西瓜个儿大呢 那就是原来那个能量 咱们这一期节目有多长 我觉得 我必须得给曹老师 预定实际的原子核 暂时先照1001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就是说 当我们追究这个物质的层次的时候 它实际上物质层次 自己它会给你截断在哪儿呢 不是你随便说 日取其半 无穷快言 对 它不让你日取其半 那么物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没这说法 就是我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就是像刚才曹老师讲的 说这个碰撞出来很多的粒子 其实你就会看到那个粒子表上 这个什么什么介子 什么太介子 反正就出现了很多很多 但是它有很多 其实寿命挺短的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 可能就临时出了这么一个粒子 但是这个粒子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 就我们认为原子分子 这种我们常规认为的粒子呢 其实也不一定 它就是可能一段时间的一个能量包 其实量子力学还会带来一些 许多知识 有助于我们理解日常的生活 比如说 比方说 一个正的正电荷的原子核 和一个负电荷 不都说异性相吸吗 对 那像相吸 那么相吸你会发现 电子会不会永远靠近它 就是这是正电荷 这是负电荷 氢原子中间就是一个质子的正电荷 而每一个电子 它永远相吸 是不是就无限靠近它 那你会发生大自然不是的 它不是说两个电荷 就是一阵一阵互相吸引的时候 就要无限靠近 量子力学会告诉你 它有一个到一定阶段的事 要stop 这好像是给我们一个最微观的界限 对 再小了就 但这个东西如果不是有量子力学 你就不理解 那么你看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给拓展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突然会明白了一些很多道理 比方说 当我跟你宣称 不爱你的时候 咱们说两男的 我们说我们俩是哥们 过去有种说法就是什么 咱们好得像穿一条裤子似的 对 但是还是要注意界限 就不可能 天理就会告诉你 就一个正电荷 一个负电荷 这种异性相吸 它也有一个 就是说有一个不可预约的质 就是量子力学有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婚恋 我们的许多刚进入婚姻状态的 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懂这个道理 真的 我就跟你说 我就说您说这个维尔切特 维尔切特 他讲的 他说他发现的 还有别人 他提出一个词 我觉得真是让我想到爱情 就是在最威力的里边 叫渐进自由 渐进自由 渐进自由 就是说这两个最小的这个例子吧 他们他就打了个比方 像拉皮筋 如果他们想彼此分离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皮筋 让他们在一起 但是当他们接近的时候 他们似乎呢 就各自独立 没有在这种拉力 对呀 你想想是不是好的爱情 你说他对了 对吧 渐进越近 两个人越近 两个人感觉越自在自由 不是 又不对了 又不对了 不是这样 是说两个人越远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说一定年轻小夫妻 对 越远的时候心里要挂着对方 对 要有强烈的吸引 但是当渐进自由很近的时候 回到医师之内的时候 反而要 要给对方自由 这是不是 就是属于强相互作用 种子里面的跨克相互作用 表现出来的 它是量子力学上面 更高一层子学问 叫量子场论 对 是量子场论 比我们的量子力学呢 要深一点 我自己觉得 其实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类比 也不能说谁指导谁 它是能够让 就是把这个 它会不会常常把它用俗化 对 把这里面的一个这个 有一点点像哲学的东西 给它抽练出来 放到其他 就是怎么能够对量子力学 稍微理解的更清楚一点呢 其实量子力学 它是关于可能性和确定性 这个一个波函数 就是描述这一个例子 它用波函数 波函数实际上 它是概率波嘛 就是你一切可能出现的地方 每一个地方有一个概率 比如说 这个文涛老师 录完了节目 可能会出现在 北京市的这个多少个场所 每个场所有一个概率 可能您家的概率是最大的 那么就是 它是关于可能性的 这么一个波函数 这样的一个分布 然后真正的话 量子力学说的是 这个它测量的时候 会测量出一个确定性的位置 那么其实它是关于 可能性和确定性 您要是跟您自己的一些心理 就是每天心理的一个 这个去类比 可能会多少理解一点 就是在你做出一个决定之前 你这个心理 它可能是想 这些决定是叠加在一起的 什么都有可能 但是你做出那个决定 那一瞬间 它就会总有一个 确定性的一个结论 有一点点像 像类似于这个 我看到了文涛老师呢 茫然又忧郁的眼神 我看茫然又忧郁的眼神 你要这么加 一会儿就给你讲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